你给他这个了 我相信这个赵芷芸也会给你一个相同的反应 王文响的这个 吓死神圣 你只要在那个世界完全进入那里就可以了 因为你现在在看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他们在影响你 吓死神圣 你要把他们都忘掉 你要把他们都忘掉 就很容易进去 很容易进去 知道吗 你们不要再说话 你们不要再说话 坐下 我又在排练呢 在讲课呢 要排练群里面排 没有 但陈老师我们也是演员 我们也爱表演 看到你教那么多 我们也跃远于世 当然此时此刻 我在比他们排练呢 因为很艰难嘛 因为现在这个演员在体验这个东西 他没有体验过 他要进入到那里面去 然后再把情感崩发出来一遍一遍 他很艰难 很痛苦的 为什么我非常的生气呢 因为确实就是演员在这个创作的时候 他非常的这个脆弱 他真的是需要这个呵护 都不一定能够成功的 如果大家都乱糟糟的 大家都很不在乎什么的 你们将来也会面临这个情况 你们也会演戏 旁边的人在那里 你肯定会觉得生不如死 真的 陈老师说完这番话后 我才意识到自己这么做是多么不合适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更应该的是一起使劲 可是你这一回来呀 你就一睡不起 你可吓死神神了 小妖 能不能再往前一点 就是你这个戏里边这个台词 它有这个勾回来的时候 所以我前面这个戏一定要打出去 这才好看嘛 难道